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個就是 Edit printer 基本剪輯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看 剛剛大家都有按這個對不對 好 首先你錄好一段之後 因為其實說真的 大家要都一盡到底 不吃螺絲真的蠻難的 剛開始很難 那怎麼辦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提過這個按鈕 是不是要按下去你比較方便剪輯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是針對我們上面看的這一塊 那下面這一塊你看 會不會有時間走 也會有 所以呢 它也有放大縮小 在哪邊呢 在上面這裡 針對時間走的放大縮小 是這三個在控制 所以如果你希望看到整段的 比如說我想知道我的影片到底錄了多長 你可以按這裡匹配時間走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不管你錄多長 它會自動把你縮在這個可視範圍裡面 這樣相對我們在看的時候比較方便 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剛剛那一段我大概錄了多少 大概接近20秒大概19秒左右而已 19秒左右 好 那進來之後我們就要看喔 你看 你先在時間軸上面按一下 這一個 就是你在中間這一段 上面這個 刻度這邊你把它按一下 它會跑這個時間走出來 好 時間走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 怎麼做基本的剪輯 當然你可以自己先請播放一下 在這邊 你可以自己先播放一下 看看說哪一段不OK 那因為我有錄聲音 所以您從聲音這邊 也可以很清楚知道哪邊是你有講話的 哪邊是你沒有講話的 好 那我們先看 如果說我只是很單純的 喔 我可能10秒鐘 前面10秒鐘錄的還可以 但是後面不行 我就把時間軸移到這邊 移到這邊之後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切斷的 你就可以把它切斷 好 那這邊切斷其實有兩種 絲絲有兩種 這裡有兩種切斷 一種呢 是指在這個投影片 我們在PowerPod裡面 是把左手邊這個稱作投影片 對不對 在這邊稱作換動片 那意思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只是在同一個投影片裡面 把它切斷的 我用這一個 左邊這一個 切開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就可以切開了 對不對 那萬一你想要補什麼內容 就自己補在裡面也可以啊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如果你覺得 這樣我還沒有辦法抓得很精準的 怎麼辦 你也可以用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個就是說 我把前面這一段 前十秒鐘這一段 把它當做一個投影片 後面這個 我把它當第二個投影片 所以你看一下 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左手邊 變成兩段投影片了 這樣方式是不是也可以 對不對 那不管用哪一個方法 反正如果你只是後面那個不要 我按Delete 是不是就拿掉了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的方式 我先還原 我時間軸在這裡點一下 如果我在這裡切開 我就把右邊的Delete 這樣是不是也OK 好那就看你怎麼去選擇都可以 這是第一種方法 我很單純的 只是怎麼樣 切斷而已 那如果說我知道 我們有時候在錄 不是說 就是前面好後面不好 而是什麼 中間這一段不好 比如說中間我可能出了一點 對不對 可能那個畫面不太對 或者講錯話 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搭配 左邊有沒有看到一個綠色 跟紅色的 有沒有 右邊有紅色的 你可以圈選你的什麼 影片的範圍 影片的範圍 所以你看 我們來這邊 按著往這邊走 按著往這邊走 這樣有沒有把它選起來了 那你選起來之後呢 這個時候就跟剛剛不一樣了 我們剛剛呢 在這邊 剛剛是只有這裡可以按 跟右邊那邊可以按對不對 現在因為你有選擇範圍 所以中間這一塊是可以按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假設我這一段是不要的 我就選這個叉叉的 有沒有 這一段就叉叉的 相對的 如果我是這一段我要 前後不要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喔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選擇 這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 中間留著前後去掉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看 你看我把這個中間拿掉好了 拿掉 有沒有這樣就拿掉了 中間這段就不見了 所以一般來講 您在錄製的時候 大部分會有需要的 大概就這幾個功能 這幾個功能 那所以呢 如果說 可能中間有一些 就是說 操作步驟錯誤也好 或者是 就是 再重新安排的那個時間 你沒有把它暫停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把它去掉去掉 好 當然如果你真的覺得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操作那個過程 希望加快的話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影片可不可以快轉 可以的 這個是ActivePlan的6以後 新增的功能喔 你點到這段影片 影片是 影片這段 您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人 有看到了齁 回家 你可以叫他 不然你跑快 有沒有變200 播放速度變快 播放速度變快 代表 影片的時間 是變短 齁 因為內容是一樣的嘛 那相對聲音也可以 不過聲音 你要做這一種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齁 聲音如果你做這個動作的話 會變怎麼樣 有聽過糖嗎 就要 嘩嘩嘩嘩嘩嘩 哈哈 所以 通常我們聲音 就不會做這件事情啦 除非說你想要那個 那畫面的部分是可以這樣做 比如說我有一個過程比較長的 我就 我們就把它加快一下齁 那聲音跟那個 影片是可以分開編輯的 所以我點到它 你看我們 點到這一個 我先點到旁邊齁 點到這個聲音的部分 你可以單獨把它刪掉 有沒有 影片也可以單獨刪掉 所以這兩個這樣 應該各位就比較清楚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情形 也有可能會發生的 是什麼 錄影的時候 聲音太小聲了 有沒有可能 你媽以客風拿的比較遠啊 你拿的比較遠 哇 我從這個聲波這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哇 那個聲音好小聲 那怎麼辦 重錄一次是一種方法啊 但是 如果可以 通過編解方式 讓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當然是盡量不要重錄啊 對不對 所以您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喇叭 有看到了齁 對 所以就是在這裡 點到它 告訴它 點一下 音量調高一點 這樣有沒有變大聲一點 這樣就很明顯變大聲 您盡量 在調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這個聲 就是最高的 音量最大的 盡量不要點太多到上面來 因為這樣就是要點太風 上面太豐富的話 會爆音 有沒有 吃了那個包子也會爆漿嗎 開玩笑 就是 那個地方 如果你調帶那聲 真的那個爆音的話 聽起來就不舒服 所以我們會稍微留意一下 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一下 他這個音波的高 這個高高 這個音量是音量 對音量 不是音高 所以從這邊可以很清楚 看得出來 你的錄的那個聲音 就是影片的聲音 到底是大還是小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你的錄的聲音是有大有小 就是忽然變大 或忽然變小 尤其是什麼 不同天錄的 同一天錄的還好 不同天錄的 心情也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通常 你心情不同 然後天氣不同 錄出來的聲音大小 也會不一樣啊 所以平常我在錄的話 我都會盡量是同一個時間 最好是同一天之內完成 是效果最好 可以避免就是 不一樣 真的那個聲音是有落差的 每一天的心情不同 這樣OK 那老師就給你 開始試看看喔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如果老師剛剛 剪的這一塊好了 要增加新的內容怎麼辦 新的錄製在上面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這一段就錄得很好 可是我要再錄第二段第三段 他就多錄一段就會變成什麼 新的投影片 來你看我先錄一下 這時候他就不用問你大小了 為什麼 你的大小已經固定了 有沒有 剛剛我們第一次錄的時候 不是要問大小嗎 所以第二次在錄的時候 他這邊就是固定的 有沒有發現這邊的固定不能選了 因為你的影片就是這麼大 所以第一次在做的時候 一定要設定好 所以我現在又開始錄下去囉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這樣 點過來 點過來 好 簡報下去 像我這邊順便給各位看一下喔 平常如果你是在一般教室 我們大部分錄影是用這種方法 請問你會不會特別去調低域 再來看一下 這場演習的內容 通常都是放在後宮裡面 就沒有再進去過了嘛 對不對 好 現場沒有錯可以看得清楚 可是頭影幕上的 可能就沒有看得清楚 除非說有專人 在這邊特別做中心輪到 不然的話效果比較差 那我剛剛有提到下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在所謂的 專業教室裡面這樣錄影的 他有兩個錄影機 就是攝影機啦 一個呢是拍我們 電腦上的畫面 一個呢是拍腦式的畫面 那 他會有一個程式 就幫你就是一段一段這樣準備好 那也可以同步 可是我剛剛有提過 就是他是固定時間一個段落 比如說我是十分鐘一個段落 那你就自己還是要邊看邊找嘛 對不對 自己點一下去找那一段 點一下去找那一段 你就沒有辦法從這個標題裡面直接去看去 哦這是在講什麼內容 你還是要自己找 所以各有優缺 不管說這種教室沒有用 但是要看您要怎麼去使用它 好怎麼去使用它 那這個像這樣 好我就把它停止了 還記得怎麼停嗎 從這邊 這裡 不過說真的這樣比較不專業 對不對 還要讓人家看到這個 最好的方法就是您可以記一下快速鍵 Ctrl加End 就好了 好你看我把它停止了 您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發現變成第二段 第二個頭影片自動出來了 萬一這兩個順序要對調 請問TOWPO你能不能做 是不是這樣 一樣的道理 這樣會了齁 好來還給您囉